当日本的右翼再度崛起的时候 让我们来回忆两段往事 第一段往事就是日本第一次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开始了它领土的扩张策略 当时明治维新的时候 日本攻打的第一个国家不是别的国家 正是中国也就是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的时刻当时台湾有一位老师 他的名字叫做邱冯甲 他看到日本攻打了自己的祖国中国 他决定向那个时候的巡抚 要求说能不能让我成立一个义勇军 他们就说可以 结果还就组织了数十万的义勇军 组织出来之后 还没有完全扮演他重要的角色的时候 马关条约就在整体的催促之下 李鸿章很快就签了 签了之后 立刻他们就推了当时清朝派在台湾的巡抚 唐锦松为独立国的总统 邱冯甲开始了他的抗日战争 当然最后是与悲剧收场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时 30岁的邱冯甲正在台中交书 出于某种难以说明的预感 这位24岁就考中近视的客家文人 接受了台湾巡抚唐锦松的委派 开始招募义勇成立地方军 短短两个月 邱冯甲就在全台各地成立了140个义勇军营 号称统兵十万 他在台中大普措的伯庄也成了义军司令部 1895年满清打输了甲午战争 果然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割让台湾 消息传来邱冯甲第二天就号召 士绅上书朝廷请求修约 结果当然是不行 这时候曾任满清驻法公使的陈继彤 想到一个办法 公法会同第286条有一条 在国际法里面有一条规定 那台湾人不同意就不能 你朝廷各自你的事 但是我不愿意啊 所以我就独立了 1895年5月23日 邱冯甲等人以全体居民的名义 发布了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 两天后 台湾民主国在台北成立 推唐景松为总统 一方面争取列强的承认 一方面准备用利益 换取英法俄等国对日本施压 你英法俄肯帮忙的话 我台湾的金矿 云矿你可以开采 就是英法俄可以开采了 海关 长老这些产品里面 已经非常可以运作 但是三条 政令 土地 人口统一 还不是中国 遗憾的是邱冯甲的希望落空了 满清不仅没有收回成命 反而因为忌惮日本 加速了马关条约的进程 英法等列强也因为路途遥远 放弃了自己送上门来的好处 日军5月29日就从东北角的奥底 登陆台湾 邱冯甲当时就找唐锦松 建议他是不是让刘永福去守台北 因为他明白日本人一来肯定就台北过来的 对不对 那台南才南边 但是这种建议没有得到采纳 当时刘永福率里的黑旗军刚在越南打败法国 因为名气太大遭到唐锦松猜忌 被调去守台南 一年之间让日军只用了三天 就从基隆打进台北 台北失线那天 唐锦松化妆成一名老妇 仓皇逃至厦门 留下邱冯甲指挥义军 接连在桃源的龙潭坡 和苗栗的大湖口 打败原本计划一个月荡平台湾的日军 日军因此新增兵力2万准备大局返攻 此时秋风甲带领的义军经过一个月苦战 也开始面临了武器装备落后 物资均想全无的困境 就听那个秋风甲滴滴讲 他那个时候已经有机枪 他是缩过去 越缩子缩过去那个湖边的那个柱子 齐齐断了 他们用的是什么太阳炮 太阳炮就是火要冲 就是管子比较大一点的 那么是要要这样进去 要用通调去把那个压制 已经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 偏偏秋风甲的老朋友吕汝 又在这个关键时刻叛变投降 还到处散布秋风甲 卷走十万两军饷 弃重潜逃的谣言 义军更加人心惶惶 这个人有钱人家的子弟 李家是大财主了 他朝廷已经说不要抵抗了 日本人已经登陆了 他大肆去去 主要将领秋国陵战死 江少祖被抓之后 义军便溃散了 秋风甲和几位随从 被迫躲进深山 逃避日本人的追捕 万般无奈之下 他在1895年7月 决定内渡大陆 那天晚上呢 就是临走的一个晚上 他住在一个 他的妹夫的家里 妹夫的家里 他整晚都没有睡 整晚没有睡了 就学了六十四 宰相有钱 能隔地 孤城无力 可肥天 贬住气座 底椅子 肥蜀和山 亦安然 1895年7月26日深夜 秋风甲带着40多人 从台中的大雅乡 离开了台湾 直到1912年去世 都没有机会 再踏上这块土地 梦台湾